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今天非常重要的 就是美团公布业绩的一些表现 那其实美团它点评它这个亏损 其实是扩大至过千亿 那去年亏损是高达1154亿元人民币 那经营亏损有110亿 收入是652亿升92% 那由于集团估值大幅的增加 去年可转换可赎回的优先股 公运值变动录得大额的一个亏损 达到1046亿 销售及营销开支高达158亿 增加45% 那它的研发开支是涉及70亿 大增94% 去年美团的总交易金额 有5156亿升44% 那交易用户的总数是超过了4亿 升29% 那来自餐饮外卖的一个收入 是升81% 升至了381亿 毛利率是达到了13.8% 那比起去年9月底 回落2.8个百分点 到店的这个酒店 及旅游业务收入 是有158亿升46% 毛利率是89% 比9月底是跌1.6个百分点 包括了这个餐厅管理系统 以及这个网约车的新业务 以及其他的一个业务收入 是急升4.5倍 那升至了112亿 但是毛利率录得了负37.9% 所以这个其中 其实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到 这个其中去年4月收购摩拜 它所占的一个亏损 是达到了45亿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其实也是很想跟您来探讨的 就是您怎么来看待 美团的这个业绩表现 美团这个业绩表现 其实那看回今天的股价的表现 就知道不及市场的预期 不及市场的预期 最主要是在那个盈利能力方面的 因为它18年的10月份 说回它的外卖业务 18年的10月份 这个二人妈和这个百度外卖 做了一个和平 然后和这个阿里系就又投入了 更多的资源进去 令到这个竞争是激烈了 然后如果单单看四季度的话 其实外卖行业的增速是减慢的 但是盈利能力是略有上升 那由于这种各个方面 无论是外卖 到电业务 还是新业务的竞争加剧 令到这个美团的这个盈利能力 是略有下 就是要更多的补贴对客户 所以它的盈利能力是稍稍的 没预期那么好 所以这个扩大了它的这个亏损 那我们看这个美团的话 虽然它亏过千亿 但是那个千亿那个就不要看 我们看long gap 就是不要看那个基础调整的 其实它的业务做得还蛮可以的 如果大家有想法去关注美团的话 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在意它的盈利能力 因为这个行业还在不断地打 无论是外卖 外卖就它和阿里打 因为阿里我之前也说过了 是一个特别大的财团 它不缺钱 它的现金流完全可以大幅地补贴在外卖这个行业 因为它阿里巴巴淘宝天猫这个做得十分强的现金流 那在这么大的竞争上面 肯定要在补贴上面要做一些事情 虽然不论是饿了吗 还是说这个美团也提高了他们的佣金率 但是估计这个补贴还不会这么快地停止 所以这个是对外卖行业的一个展望 那如果是到电业务了 其实它还是和谐程系的做一个竞争 那它想要取 它之前取得市场份额 就是打比较低的佣金 低的价位 它慢慢要走向高端的话 就更和这个协程去正面交锋 那它所需要的这个资源就更多 那再说回新业务 新业务就更惨了 因为它的膜拜 它的这个网约车 基本上是很难短期去盈利的 所以如果它一旦要 虽然它们在收缩战线现在 但是有很多历史的遗留问题 必须要处理 就令到它的这个运营效率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 预期的那么好 那其实它们的CFE也解释了 就是它们在四季度 那个毛利率为啥会反而低了呢 这外卖 它们说就不急于把它商业化 就慢慢把这个用户体验提高做好 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竞争大了 因为就是因为那个饿了妈那边也投入了更多 我要应对这个竞争的话 我必须要舍弃我现在可能加快商业的 跨的步伐 对 所以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商业上的一个决策 但是对于股价来说肯定是 就因为它的这个盈利能力是不及市场的预期 所以就会跌了比较多 那我首先是这个美团点评的用户 我回去基本上我都可以点几次外卖 所以这个行业虽然争处速 他们的CEO也狂兴狂总也说了 这个会慢下来 但是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公司 那主要看这个估值 大家对于这个估值是怎么去理解的 对 所以其实呢 虽然说美团它这个业绩公布之后呢 今天早断的时候 它是一度是下错了11% 但是呢可能看到现在也是有一点点的就是波动 那其实现在它目前的一个报价是53块1 那现在呢也是跌幅是达到9.76%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呢 就是虽然说美团点评去年时过千亿 但是大豪呢 对它这个态度确实依然乐观 可能跟您这个点评的也差不多 那我们看到这个瑞信呢 是将目标由54元调高至59元 维持跑赢评级 认为第四季的表现是胜预期的 但同时提到 要关注今年首季餐饮快递业务 会受竞争的一个影响 那收益表现呢会不会稳定 那摩根士丹利呢 就维持美团增持的评级 目标是70元 同样是认为第四季的表现适用预期 但是竞争影响到了这个餐饮外卖 那业务毛利率收窄 基于美团呢 与行业呢 是具备了一个领导的地位 相信呢更容易提升收益化 那高盛同样是维持了买入的评级 目标同样是70元 那您怎么看待这个美团这个表现不佳 但是大行给它却是依然一个乐观的评级 是跟您刚才这个观点 其实有很多重复的地方 比如说都是觉得这个竞争 然后呢有竞争的一个原因 让它这个股价 让它可能表现得不如预期 但是可能在未来来讲 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前景的 是 这就是大概也是走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因为看这种所谓的新经济公司 它的盈利能力 其实可能不是投资人最关心的东西 而是这个第一个市场份额 第二个它你有多能 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这个市场份额 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这个库城河 这个库城河不仅仅是用钱 就很多这种新经济 一开始是用大量的资本去堆起来 堆起来之后 那你怎么保护这种优势的话 才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美团有很大一个优势 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 Apps也好 综合的一个服务商 它在这个 它的美团那个平台 就是大众点评这个平台也好 美团这个平台也好 它有很多事情可以一次过做 比如我吃完饭 然后就住酒店 住酒店 然后再去附近唱个K什么的 就是比其他的独立的垂直的平台 对 有很多优势在这里 这是为什么觉得美团点评 还是很独特的一个商业模式 它可能慢慢走向了一个 生活服务的一个软件 但是其实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它最开始的那个很专业化 很垂直的那个优势 也许也会被摊薄 是 没错 当然这个也是它想要去竞争 参与竞争的一个 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 对 因为其实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的CEO就是开馈的时候 就是说其实有外卖 点我们卖卖的人有百分之好像 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好像有百分之四十 或者百分之多少是继续会用 我们的酒店服务 就是这种cost sale的能力 是我很看好的 因为这种cost sale的能力 令你的扩客成本 其实比较低 因为如果你协程或者其他外卖APP 你要获得一个新的客户 其实现在付出的成本并不低 但如果你可以用这种cost sale的 这个能力去扩客的话 会大大减轻你的成本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喜欢中国平安的一个概念 因为中国平安也是说是一个做中和的金融服务商 他买了人寿就买车险 买了车险就买我的证券也好 信托也好等等其他的服务 这种cost sale令到这个整个集团 或者整个公司运营起来很有效率 很有活力这样子 那其实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您觉得现在这个美团 它有一些调整可能下挫比较多 那是否也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好的机遇 是 我个人比较贪心 就我觉得这个价 还可以再低一点 对 还不是我的目标价 所以我个人会比较 对新经纪股 虽然我喜欢这个公司的运营的模式 但是我对它的估值 我比较在意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这个估值 我还是觉得我可以等一等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新经纪股今天的表现 因为昨天我们知道 新经纪股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那今天来看的话 比如说像是这个同城一龙 昨天我们有提到 今天就上涨了 目前是11.7% 非常的不错 那其实在未来来讲的话 这个新经纪股可能都是我们 大家要去这个 更加关注的一个板块 我们下期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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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